云记笑眯眯地听着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自从三个儿子的生活走向正轨后,云记就很少待在云深不知处了,重新过起了咸云野鹤一般的日子,招游北海木苍舞,快活似神仙。 望线和兰西辰担心她的安危,拿了不少护身的宝贝给她防身,魏英还特意做了个隐藏她花妖身份的法器,高级传送服都化了一处雾带,以防出现意外。 泰山好漂亮啊,义母可真会找地方玩。 义母等到我和兰湛脱开身后,也跟着您到处游玩好不好,我给您捶背,二哥哥给您做饭。 嗯,还有大哥,他可以负责扛东西,他力气大。 好呀,咱们骑马去玩,遇见跑得太快,许多风景都看不到了。 云记从不打消孩子们的积极性,附和的点头称好,魏英见此兴致更高了。 两人详细地计划了今后的把臂同游。 兰湛看着说得越发起劲的母子俩,默默地在旁边架好了锅灶开始做饭。 自从兰湛学会做饭后,只要他们母子挤人在一处,掌勺这个工作都是他的。 更何况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到母亲了,如今刚学会了几道新菜,很想做给母亲尝尝。 一顿饭饱之后,望线陪着云记好生在泰山上逛了一圈,着实见识到了许多美景。 云记的下一站是极北冰川,魏英也很想看看只在书上出现过的冰雪世界。 只是蓝溪陈传来消息,彩衣镇出现了水行院,需要他们俩尽快返回协助解决。 担忧的望线二人只得挥别了云记,积极返回云深不知处去了。 叔父师父,嗯,溪陈应该都和你们说了。 这水行院近期只在齐山温氏的地界上出现过,如今莫名到了彩衣镇,恐怕是温氏在试探我们蓝氏的实力啊。 蓝启人叹了口气,他实在不想多起争端,若是真的和温氏打起来,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啊。 水行院只是难以清除,咱们蓝氏的招音符配上金丝网应该可以困住水中的水鬼。 怨气的话,两仪转化镇岂不是正何用? 刚好把水中的怨气转化成灵气,以后碧灵湖说不定还会成为个灵气充沛的伏地呢。 为应对着愁苦的蓝启人有些不解,这水行院虽说难清除了些,但是他们蓝氏也不是没有应对之力,怎么师父就愁闷成这样了? 叔父担忧,温氏发难,采一阵和姑苏地界的其他百姓受累。 蓝湛出言解释了几句,为应不爱在这些事情杂物上下功夫,他更喜欢钻研些新奇有趣的东西,也确实很有研究的天赋。 蓝湛自然有着他,不过自己倒是花费了更多时间研究人心变化,以防二人在这些琐事上被骗。 这样的话,咱们还不能彻底把水行院解决了是吗? 咱们蓝氏最近几年虽说发展得快些,但是比芝奇山温氏还是略逊一筹的,就是联合上清和涅士估计也打不过温氏。 要不咱们就先行折服,我和蓝湛反正不用听学,也无需和大哥一样处理什么家族事务,便由我们二人常驻采一阵,蓝氏结了金丹的弟子分组去碧玲湖历练,这样安排可好。 蓝启仁欣欣慰地捋了捋胡子,放心地把此事交给了望线二人处理。 他告诉两人折服是对的,但是采一阵上许多百姓是靠着碧玲湖为生的,还是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不可耽误了百姓生计。 两人自然满口硬下,自去外门管事处找长老们商议历练弟子的安排,把蓝氏现有结单弟子分为十组, 每组百人,每日一批跟随两人在碧玲湖除碎,镇压水行院。 其余听学,子弟只见到向来平静无波的蓝氏,近些日子显得浮躁焦急了许多, 打听之后才知道是温氏将自己地盘上的水行院赶到了蓝氏。 只是温氏向来是大,并无一人敢于对此评论一二,让采一阵上的魏英十分不解。 这些少年人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却对此等恶氏视而不见,闭口不言,修仙之人的风骨都难见了。 蓝氏对外做出一副难以支撑的样子, 背地里早早地就联系了清和涅氏以及几家与温氏有深仇大恨的家族, 默默等候着齐山温氏打上门来,予以狠狠地反击。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听学结束也不见温氏的人如何动作。 只是温氏弟子行事越发跋扈,滑了好多地盘不许别家业裂, 惹得百家在私底下怨声载道,但是明面上却敢怒不敢言。 蓝氏人美美和蓝西辰,望线几人说道, 此景总是忍不住默默叹气,修真戒风气实在是太差了。 蓝氏没等到温氏的发难,先等到了温氏的清谈会。 温氏清谈会为期七天,每日的余性项目都不相同。 卫英坐在蓝起人左后侧异性阑珊地看着众位家主, 长老们须与尾仪,实在是心烦透顶。 蓝起人见他针扎似的,叹了口气让他和蓝战出去自己玩, 只是须得注意不要惹事。 卫英自然满口答应,趁着中场休息, 许多年轻弟子都溜出去的时候, 拉着蓝战也随大流跑到了温氏的花园中。 晃着晃着,穿过一片小花园, 忽然听到前方传来弓弦震战之声。 他们二人穿临服夜而入, 只见有个身穿白色青衣的少年站在那里, 对着前方的一只靶子拉弓,放弦。 这少年的侧眼很是清秀, 拉弓姿势标准且漂亮。 那只靶子上, 一点红心里已经密密麻麻地扎满了羽箭。 这一箭,也是命中红心, 净实力无虚发。 魏无羡贺采道, 好剑法。 那少年一箭中的, 从背上箭筒里抽出一只新的羽箭, 低头正欲搭弓, 却冷不防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旁边冒出来, 下得手一抖, 羽箭落到了地上。 魏无羡和蓝望鸡从花圃之后走了出来, 笑道, 你是温家乃魏公子。 好好好, 漂亮, 射得太好了, 我还从没见过你们家的的射箭阵吗? 话音未落, 那少年已抛下弓箭跑得无影无踪了。 魏无羡一阵无语, 冲着蓝望鸡道, 我长得这么英俊吗? 英俊得, 把人吓跑了。 蓝望鸡对于他的自恋早就了解透彻, 但是在他心中魏英自然是第一好看, 不过这少年倒是好生胆小, 一点不像温氏子弟。 等到望线二人穿过树林消失后, 刚刚的白衣少年才小心翼翼地 从一棵大树后面钻出来。 他后怕地拍了拍胸口, 搭弓射箭继续练习。 回转回来的, 魏英敲摸摸摸站在一旁看了半天, 蓝战面无表情地陪着。 不懂为何魏英对这个少年如此注意, 不过他不是很开心, 就对了。 察觉到蓝战小情绪的魏英, 笑眯眯地拉着自家道旅走开了。 虽然他是很好奇这个少年是谁, 不过蓝战最重要。 最后一日的清坛会, 百家弟子鄙视射箭, 倒是颇为热闹了一番。 蓝战素日里均是一身素白衣衫, 偶尔绘着一身蓝衣, 这还是魏英第一次见他穿红色。 外面一袭正红圆领袍衫, 系酒环带, 袖子收得很窄。 这本是此次齐山百家, 清坛会小辈们的统一礼服, 被他穿得格外好看, 三分文雅, 三分英气, 剩下的四分全是俊美, 令人不由地眼前一亮。 他背着一束尾鱼雪白的剑, 低头正在试工。 他手指线长, 在弓弦上一搏, 发出琴弦一般的音色, 动听而又不乏刚净。 魏英在旁边看得入了迷, 只感叹自己是上辈子 修了多少功德 才唠到这么好的蓝战。 这么好的人, 是我的道理。 美滋滋的魏英笑的口水 都流出来了, 看得蓝是其他弟子 纷纷无嘴偷笑。 还是蓝西尘看着不像样, 出声提醒了他一句, 这才有所收敛。 对着众人的调笑, 魏英毫不羞涩, 他们都是极度自己有蓝战。 哼。